87版《红楼梦》是大家公认的翻拍最成功的一版 无论是选角演技还是浮画道方面都达到了当时最高配置 放在现在依然不过时给予观众一场视觉盛宴 剧组不仅对演员的挑选十分严格 就连对化妆师的选择也是绞尽了脑汁 当初负责剧组化妆师的是王仲熙老师 但老师忙着西游记故不过来 这可难坏了制片人 杨树云也是一位红楼迷 听闻剧组正是用人之计又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于是赶紧和单位请假 不惜用哥哥并威这种借口赏金毛碎自荐 当时的杨树云也是在电影《思路花语》中担任过化妆师的 也为许多大人物化过妆光辉历时也是一大落资料 但是制片任大会并不很感兴趣 他认为红楼们不能再用思路花语这种造型风格了 热脸贴个冷屁股 杨树云并没有灰心 最后任大会给出了一个挑战 为13位宝玉候选人化妆 最后杨老师和欧阳奋强一起入了剧组 所以才能看到在杨老师精湛的化妆技术下呈现出来绝美的《红楼梦》 当时国内资源匮乏很多化妆品例如眼影等等都是杨老师去国外带回来的 他熟读《红楼梦》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和家世背景来设计不同的妆容 原著中形容林黛玉一双四醋飞醋剧烟眉 他根据描写为小旭设计了剧烟眉 但是需要拔眉毛 之后又设计了一款发型 陈小旭看了说 我终于找到角色的感觉 杨树云老师还曾用干面条机制的救了一回场 香菱有一场戏 是在上海的一个小公园拍摄的 当时给香菱化妆的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 开拍前哭花了脸来找杨老师 说香菱的胭脂剂不见了 都知道这是香菱最大的特色 没煎一点胭脂剂 没有这个道具 这场戏就绝对拍不了了 杨老师听完赶紧跑到附近的售票处 问哪里有吃的买 结果附近连个小卖部都没有 正失望着售票处的说 还有一点吃剩的干面条 杨老师激动的跟人家要了一根干面条 剪下一小段用水揉开 搓成一个小团 从中间剪开 再用画壁涂上朱砂红 一个胭脂剂就做好了 拍摄时不小心裂开了 杨老师就用同样的方法再做一个 最后有惊无险拍完了整场戏 事实证明当初任大会选中杨树云 该是有多明智 不仅化妆技术一流 并且临微不乱能机智就场 用干面条代替烟之际 估计没人想得出来 为了这部戏 杨老师也是紧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黛玉的第一场戏 从姑苏坐船来到贾府的第一次出场 唯昧又神秘 因为先出场的是周瑞家的牵着黛玉的手 把她带出来 这个镜头简直令观众惊艳 这是一双漂亮的手 似乎所有能描写女子手部美丽的词汇 都能用在她身上 很多人都认为要用到手提 但这却确实实就是陈小旭的手 剧中可以看到 小旭的手部骨架很小 皮肤也不错 但是想要达到杨老师的要求 还差一点点 除了要进行手部的锻炼 确保时刻处在一个优美的姿势 还有就是韵味 拍摄时不知是不是角度没有选好 怎么拍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但这只手非常重要 不能马虎 所以杨树云提出给手画化妆吧 那时候没有力镜 所以观众看到的都是最真实的样子 最终历史两个小时 杨老师终于画出了自己理想中的手 细腻挽约 手指牵切 原来一双手也能这么具有古典韵味 杨老师的技术实在叫人佩服 那段时间杨老师一有时间就抱着各种书籍刊物在读 把曹老笔下400多个人物描写外貌的语句全部抄录下来 从妆容就可以区分太太、小姐、姨娘、丫鬟 仅是凤姐一个人的妆容 就分出了盛妆、艳妆、死妆、病妆等等 凤姐有74套服装 杨老师自信地说 她有多少套衣服 我就有多少套妆发来配 为了凤姐的妆 杨老师苦思冥想 经常半夜突发灵感 做起来设计 画在纸上 这份敬业的态度 使她终于成功 《红楼梦》播出后 她备于《卫天下第一书》获得飞天奖最佳服装奖 这份荣誉 杨老师实斥名归 87版《红楼梦百看不厌成经典》 化妆师杨树云功不可没 《红楼梦百看不厌成经典》 《红楼梦百看不厌成经典》 《红楼梦百看不厌成经典》